小白脸医生好羊毛失败后 竟然迟到当街行凶 实在是太可怕了 也会有风险 出轨需谨慎呀 大家好 欢迎来到聚集地 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 日本最新大尺度深夜剧 订阅布伦第五六集 上集说到 壮若蜂魔 身险杀猪盘的未知 被医生疯狂割韭菜 跑车男实在看不下去了 选择把未知出轨的照片 偷偷送给他的丈夫鸟山 不得不说 跑车男才是真正为未知着想的好男人 只是 我们的未知能够领会 跑车男的良苦用心吗 看着手机里医生又发来的借钱短信 未知沉默了 可医生仿佛知道未知在想什么 转手就发了句我爱你 未知于是就又转了五十万过去 未知还不知道 自己出轨的事情被知道了 鸟山也不生长 只是旁敲侧击 未知的态度很冷淡 告诉鸟山自己明晚要出去 鸟山问未知 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自己 未知想到了 自己那次约会约到鸟山的事 心中仅存的 负罪感也荡然无存了 说没有什么事 鸟山又随口问起了 哪天那个医生 只让未知开始警觉 第二天晚上 未知就马不停蹄地赶去酒店 跟医生滚床单 未知告诉他 老公可能开始怀疑了 但自己是VIP 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吧 医生十分恼怒 说如果真的暴露了 自己就不能见未知了 未知连忙拿出一叠钱 表示诚意 医生一看 这女人怎么这么好骗 就又开始张口借钱了 未知想到了 跑车男对自己的忠告 可很快就抛之脑后了 说自己愿意 突然紧急情况发生了 原来闺蜜会里 偷偷约会的事情 被他老公发现了 现在会里被赶了出来 连孩子也不让他见 未知说 VIP不是会制造 不在场证明吗 邮寄发生了盲点 未知不是没玩吗 怎么了解的这么清楚 未知这件事情败露 只能承认 但他说 自己不是在玩 是认真的 他爱上了两个人 这可把邮寄吓坏了 他虽说是领进门的师父 但也深知 这动真感情是大忌 自己真心爱的人 一直都只有老公 随后 未知就去跟跑车男见面了 跑车男很生气 因为他知道 未知又借钱给医生了 那家伙仗着自己条件不错 到处找女人割韭菜 跑车男一直都很清楚 未知辩解说 医生是为了他爸爸的公司 谁知跑车男告诉未知 医生的爸爸两年前就去世了 医生就是伤岳父门的狗腿子 在医院里没有食权 一天天到处吃喝玩乐 钱是哪来的 未知自己心里清楚 果然 医生的岳父找到他 警告他不要玩的太花 要是伤害了自己的女儿 就从这个家里滚出去 然而 未知已经是扶不起的阿斗了 不管谁说 他都坚信 自己跟医生的爱情是真爱 另一边 医生望着自己 每月都要还的巨额贷款 这些都是他沾花惹草 留下的烂摊子 心情非常糟糕 等一下 这个坐在凳子上的男人 不是跑车男吗 他跑过来干嘛 晚上 医生回到家 发现未知又不在 他翻出存钱 想出去买东西 结果发现 暴力一毛钱都没有了 医生暗觉不妙 去卧室看了一下 发现什么衣服 包包领带 全都没了 他翻出了婚戒盒 打开后 又重重的关掉了 此时 未知回家 医生准备摊牌了 他把存钱包扔给未知 说自己这个月生活费 不是已经给过了吗 未知撒谎说 母亲生病住院需要钱 可鸟山知道 这是谎言 住个院需要变外服饰吗 鸟山也不发火 只是告诉未知 他们是夫妻 夫妻之间 不应该有什么隐瞒才对 未知冷哼一声 现在想起他们是夫妻了 为什么之前 又对自己这么视而不见呢 鸟山也认识到了 自己的错误 他也不问了 摘下父亲死前 留给自己的遗物手表 交给未知 说如果这能帮到他 就拿去卖了 这次交流后 未知的态度软了很多 鸟山倒是变得十分体贴 晚也不让未知洗了 未知吃完就躺在沙发上 他收到了医生的界面短信 另一边 跑车男果然是去读医生的 医生并不认识跑车男 可跑车男一说软件的名字 医生就警觉起来了 跑车男已经知道了医生的底细 贵为VIP用户的他 其实根本不可能承担这么大的开销 所以跟APP签订协议 诱导新加入的女会员 砸钱充会员 他威胁医生 要是这件事被其他人知道了 后果可不会太好 第二天 未知端详着鸟山留下的手表良久 然后就去见医生了 一见面 医生就抱着未知 不停说这情话 当然重点是最后一句 钱有没有带来 未知缓缓放下医生的手 告诉他自己没钱了 医生的脸一下就冷掉了 坐到椅子上质问未知 是不是找了个新小男友 就把自己甩掉了 是不是根本不在乎自己 未知简直不知道医生在说什么 不停道歉 然后就逃跑了 他找到跑车男 说自己终于对医生说出了拒绝 但不知道这样好不好 就在这时 两人身后一道凶狠的身影逐渐逼近 医生竟然拿着刀就冲过来了 未知挡在跑车男身前 手臂直接被划出一道口子 但未知没有退缩 他告诉医生 这一切都跟跑车男没有关系 是他自己做的决定 自己是因为得不到认可和爱护 才开始玩的这个软件 未知突然明白了 其实医生跟他是一类人 他们想要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一个被冷落的家庭主妇和一个潘高知的无能女婿 都是不被重视的存在 他们想要的都是被爱而已 未知慢慢靠近医生 说自己真的爱过他 未知的真诚发言让医生破房了 跪在未知面前无助的哭泣 然后未知回家 鸟山非常关心未知的身体状况 两个人摊牌了 鸟山告诉未知 跑车男偷偷联系了他 把一切经过都说了出来 他全都知道了 而鸟山自己也曾在后背的鼓动下下载了这个软件 他匹配到的第一个女性也是唯一一个 就跟自己特别聊得来 两人还约好了见面 但他最终却放鸽子了 虽然鸟山只看到了背影 但他的直觉告诉他 那个女人就是未知 未知也承认了 没想到跟自己匹配度99%的人竟然是鸟山 实在是太讽刺了 其实鸟山早就注意到了妻子的变化 但不知道怎么办 未知说自己最开始是出于好奇 想让自己变漂亮一点 好让鸟山注意到自己 因为未知总觉得自己一无所有 他很自卑 这个软件给了他想要的一切 但等回过神来的时候 已经陷得太深了 但未知已经不想再骗鸟山了 鸟山也开始反省自己的错误 说是因为他的冷淡 才让如此温柔的妻子 走上错误的道路 如果未知想结束这段婚姻的话 鸟山不会阻止 但他发现 妻子一直没有把婚纪卖掉 说明未知一直没有真的放下这段感情 所以未知诚恳的想跟未知重新开始 回到卧室 看着手机里那个杀千刀的面具 连问自己 是不是要取消订阅 未知坚定的选择了确认 未知终于变回了原来的自己 打算跟未知 重新经营他们的婚姻 闺蜜会里也准备回家了 他跟未知情况不一样 如果不是因为孩子 会里早就想离开 那个大男子主义到极点的老公了 至于邮寄 他还要继续用软件 当然指定基础会员 不带走一片云彩 这是独属于邮寄的 经营婚姻的方法 果然 丈夫鸟山变了很多 开始主动给未知做早餐 也不再冷漠了 自那以后 未知也跟医生断了联系 医生的老婆联系了 律师跟自己交涉 双方都没把事情闹大 未知退出了软件 今天也是最后一次见跑车男了 两人重回了 他们第一次见面的花田里 开始感慨人生 经历了这么多 未知想知道 爱一个人究竟是怎么回事 跑车男也不知道 未知很感谢 跑车男这段时间的照顾 他已经决定去工作还钱了 医生和软件 实在是薅了自己太多 看着未知的笑容 跑车男一副 欲言又止的样子 连观众都看出来了 未知一直想得到的爱 其实早就在跑车男那里得到了 跑车男一直都偷偷喜欢着未知 只是到最后 他也没有说出口 回到家后 鸟身带回来一束花 当作重新开始的标志 一切都在走向正轨 好像真的重新开始了一样 但未知却知道 有些事情还没有被解决 一段时间后 未知去书店闲逛 突然发现了跑车男的照片 他竟然写了一本 以不伦世界的男男女女 为主题的新书 而且还大卖了 未知拿了本书赶去签售会 还在签售会上 见到了跑车男的儿子 书的非夜就是花田的照片 而且女主跟未知同名同姓 这就是未知的故事 一路上未知经历的一切和心路历程 都被跑车男写进了书里 以为追求被爱 支配着未知这段时间的所有行动 以至于 这个将未知的女人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 最应该爱自己的人 就是自己 未知也明白了 跑车男比他自己更懂他 他明白了自己觉得不对劲的根源 那就是 现在的自己根本不能做到自爱 还谈什么在婚姻中给另一半幸福呢 未知不想再依靠别人了 他想努力自己给自己幸福 在那之后 自己才会考虑婚姻与爱情 鸟山顺从地签了字 这是他爱未知的最好体现 就这样 未知跟鸟山离婚了 婚后的他开了一家花店 整日与自己最爱的花在一起 偶尔在路上 会见到忙于工作 风尘仆布的鸟山 未知会对他的背影 偷生祝福的目光 到现在 他的人生才真的重新开始 至此 日剧订阅布伦 全剧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前面四集拍的是真不错 怎么到最后一集就拉了快 又回归到了经典 日剧套路结尾 女主要独立找寻自己的幸福 将这样的结局 随便换到哪个深夜剧里都能用 简直是万能要 真是浪费了女主 前面几集完美的表演 把一个深陷软件 杀猪盘的老实嘱咐 演绎的微妙微笑 要是再多拍两集 会不会好一点呢 好了 今天的结束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 也可以在评论区 发表你对本期视频的看法 记得订阅剧集地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